今天為大家自駕的車型 感覺是自合理 所以它也只有頂尾 這兩個好開桌的 它的行李箱 汽車市場 每個品牌 當大家可能在比核桃木的時候 Volvo可能已經在研發很多安全配備 當PA2誕生的時候 這個輔助駕駛 很多車廠還在比螢幕大小 比皮椅 比NAPA 這個就是Volvo 我也曾經是它的車主 當時的小改款前的A790 它是我每天上下班通勤 可以在通勤的過程中 尤其下班 一個很好紓壓的交通工具 尤其是它的座椅 到今天我還是覺得它的座椅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試一次S90 其實S90的誕生 當時原廠 就規劃了短軸和長軸版 只是長軸版當時販售的地方就是北美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對岸的大陸 台灣賣的就是短軸 現在台灣也推出了長軸 推出長軸的同時也代表短軸就停止販售了 那目前S90長軸的部分 有分為三個等級 B4兩個 T8一個 T8的名稱改了 叫Recharge 那在Momentum和Esquishing 一個是239萬 一個是270萬 就是我們今天試駕的車型 另外T8的Recharge 305萬 這三個等級也是唯一的S90的三個等級 V90CC會不會也變長軸 目前原廠說應該不會 那B4代表什麼 它有48V 只要看到B 就只有48V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就是 算是一個全新的車型 因為它的軸距和車廠完全做改變了 而且不是像其他車廠 就是把後尾變得比較長一點 拉長然後軸距沒變 它是一個本來就是 已經開發了長軸車型的S90 Vovo的車頭呢 雖然它遠看改變 並沒有很大的拆軸 仔細看還是有很多細部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一個身為車主來說 我更能夠去感受到它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這個內凹式的水槍護照 以前是平的 現在被內凹 不管是SUV或房車 都變成像這樣的設計 第二個部分就是牌照下緣 貫穿的鍍鉻式條 第三個 紫爾思純的日行燈和方向燈還是有 內建的燈泡當然是全LED的 然後另外還有霧燈的配置 Vovo其實霧燈的配置有一點學問 一S1990來說 以前我們那時候最高規格反而沒有霧燈 入門的反而才有霧燈 它的霧燈還包含了轉向輔助的功能 因為我們今天試駕是白色 你會看到就是霧燈座附近的黑色 包含了鍍鉻材質下方一點黑色 顏色的點綴 這個我想是台灣消費者最能接受的顏色了 因為它看起來就很高貴很典雅 然後你看它整個車身的長度 這是它這次推出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先講軸距的部分 我們拿它跟5系列 A6 Lasus的ES 甚至包含了E-Class來做比較 它是唯一軸距超過3米 達到3061mm 第二個部分就是車長 也是它是唯一超過5米 達到5090mm 我們有一個完整的圖表 你可以做比較 所有的軸距都沒有超過3米 所有的車長也沒超過5米 我們不能講它是S90 L它還是S90 因為這台車並不是全新誕生的底盤 而是本來就已經開發出來的底盤了 它的車長會是它一個很重要的賣點 因為軸距的長和車身的長會創造什麼 B柱之後的空間表現會跟上一代比起來 有大幅的進步 另外在車側下緣一樣有鍍鉻材質 車門的感應鑰匙包含了把手 有個鍍鉻的外框 感應鑰匙四個門的 上方有一個快要到C柱的全景天章 後方有鯊與其天線 然後VOLVO的安全配備 PA2經過不斷的進化 如果說你大概7、8年前接觸過VOLVO 那個時候AC90剛剛推出的時候 你再開到現在的VOLVO你就會很有感 一樣叫PA2 但是它的進化幅度和細膩程度 做了很大幅度的更新 後製機上整合了當然有方向燈 下方有CCD以及一樣有盲點 它的盲點偵測不是像傳統的符號 而是一個LED的一個條狀的 它的辨識度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車窗外框其實VOLVO大量的用鍍鉻材質 去提升它外型的質感 所以車窗外框也有鍍鉻材質 逼住鏡面烤漆 在介紹車尾之前再欣賞一次這個白色的S90 VOLVO的白很漂亮 然後它的鍍鉻材質用的方式 車頭和車尾保管下緣都有 它不會太多太突兀 就剛剛好 而兩側一個C字形對向的尾燈 全LED的 然後上方有鯊魚區天線 然後它的整個車尾 你看它這個尾箱有一點壓尾的造型 可是它一體式的 不是貼上去的 是一體式的 然後排氣管呢 現在都做得隱藏了 都看不到排氣管了 VOLVO不太強調運動化 運動化就是Postar Postar現在也朝向電動車去發展了 所以VOLVO它大概在 8年前還是10年前左右 WTCC VOLVO有參加 到後來的一些國際性賽事 VOLVO就都比較沒有在接觸了 它把重點擺在就是車輛的安全 還有就是接下來要朝向電動化發展 我們來介紹它的動力規格 它一樣跟其他VOLVO車系同步的升級了 變成是搭載了微型有點48V 所以叫B4 目前B4有兩個等級 T8 Recharge有一個等級 所以總共是三個等級 我們試駕的是B4的最高等級 它的排氣量1969cc 最大馬力197匹 在馬達輔助的部分可以增加14匹 扭力的表現30.6公斤米 0.200加速8秒 安全急速 安全急速才180 原廠公布的耗油量 1公升跑13.3公里 如果是T8因為它有充電功能 所以它的油耗表現會非常精的 1公升可以跑45.1公里 可是現在的條件是 你家或公司要有一個充電裝 像我以前開T8的時候 SC90 我就很懷念它的油耗表現 以這麼重的車 它的油耗表現 讓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然後在B4的部分 前置引擎前輪驅動 只有在T8的部分 才是四輪驅動 但是它後方是電子的 前面是油後面是電子 EAWD 接著我們現在它的尾箱空間 在VOLVO這個字樣的最左邊第一個字母 下方踢一下 尾箱就開啟了 開關都可以用T的 行李箱的空間 436公升 然後你會看到後面沒有拉桿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辦法倒平後方的椅背 所以就這個行李箱空間了 你目測來看 深度表現還夠 高爾夫球具有包可不可以放進去 斜的放可能可以 然後在下方 杖板 我們來看有什麼東西 打氣機補胎器 就這樣子 當然不會有備胎了 然後還有一個12V的電源供應 那我們來介紹它的重點就是後座 因為它後座很多升級的套件 首先你看這個車門 後車門的這個寬度就不一樣了 然後打開車門 哇 你看這個進駐車門 光這樣看就是它西部空間一定非常棒了 好 坐進車內 因為它的開口比較大 所以你坐進車內算是很輕鬆的 其實你看我剛剛那個動作 光這樣子坐下來 這個支撐 很多車廠現在都還做不到 甚至包含雙B都做不到 我現在坐的是駕駛後方 我要量我的西部空間 你看幾個拳頭 三個 滿滿的三個 頭部空間 因為房車嘛 不到一個拳頭啦 你勉強硬擠一下是有一個拳頭 然後後方這邊有地圖帶 以及後面也有雙驅 所以它總共四驅 而且後面的座椅 為什麼前面 前面也有 前後座椅都有通風雨和電熱椅的功能 等級出風口有四個 這邊兩個 B柱上面有兩個 下方是什麼 兩個Type-C 後面就是Type-C 兩個 前面是傳統的USB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電源供應 我現在坐的是這邊嘛 那我現在來坐在這個總裁的位置來看看 我現在坐在總裁位置囉 你看它270幾萬嘛對不對 你不過買雙B5系列E-Class 就是買稍微入門再高一點的 你看你可以買到長軸的 S又那麼貴 S500要700多萬 買這個就好啦 可以買兩台還有找 變成是買S董事長做而已 可是買這個買三台的話 董事長副總總經理都可以做了 你看它後座空間的表現啊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扶手 你看這邊的木紋示板做的也是很好 很有質感的 前面有兩個杯架 後方有兩種ISOFACE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你看喔很少看到就是 右後方車門一樣有四個電動窗 為什麼 喔不是喔它是天窗耶 看起來像四個電動窗的按鈕 它上面前面這兩個是 控制天窗開啟還有遮陽鏈 後面這兩個 一個是附架的 電動窗對不對 第二再按一下 電動遮陽鏈 所以坐在這邊董事長可以控制 這個窗戶這個窗戶 後面這樣還有上方這個天窗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前面這邊有個小拳牛喔 你看 它可以控制副駕駛的座椅的位置 左右是調整前後 然後前後就調整椅墊的前後 如果把它調到最前面 讓它不要坐人 好它就變這樣子了 可惜這邊沒有那個 腳腿度的支撐啊 可是這個空間 表現非常好 表現就非常好了 然後你把安全帶系好 基本上乘坐的空間感表現 不會輸給那些豪華旗艦車款 我們來介紹那一張 引擎已經啟動了 但是它引擎啟動裡 我們上次有講過 就是新世代的Volvo 都變成只有右邊 啟動和關閉都要右邊 比較舊一點的是左邊關 右邊開 好像我記得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我終於又坐到這張椅子了 這個在座椅背兩側 這個瑞典小國旗的椅子 如果你要選到按摩椅 現在好像S90 不能選也沒有標配 那你只要旁邊這個旋鈕 就座椅旁邊這個旋鈕 一轉 就會看到它現在 目前就是只有 腰靠還有背部 蝴蝶翼夾緊 以及大腿延伸 它是電動的 我們今天試的這台車 它都是標配 包含了門板上面 你看到有哈門嘎的 我那時候非常懷念那個按摩椅 加上你不要小看這個椅子 它沒有很厚 看似單薄的座椅 但是坐起來的紓壓效果 大概目前是完勝所有競爭對手 我那個時候只要 不管是白天 夏天熱了要死 或是上班上了一天很累 回家的時候只要坐上這個座椅 按摩椅一開 夏天通風移開 冬天我沒有開電熱椅 夏天冬天的話 基本上按摩一開 你回家這過程 這半個小時的路程 你會覺得很放鬆 然後包含了你看看這些飾板 你可以選顏色 可以選材質 它這種木紋飾板 搭配了皮質的中控台 以及一點點鍍鉻材質的點綴 哪怕它是 那我記得說SG90開始變這樣的設計 到今天為止 不會感覺很老氣 又或者是很過時了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我上次好像試駕 XC40還是什麼 我問了原廠 我說你們這個螢幕 從90開始一直到今天 你們是不是有做更新 他說沒有 畫質到今天為止 還是勝過很多車廠 尤其是一些 畫質就糊到好像 480那種感覺 它這個還基本上感覺像1080P 包含了CCD 你看到打到檔 它的CCD的畫質到今天為止 還是表現非常好 那這個螢幕我們介紹很多次了 你基本上左右滑 往右邊滑 就是一些車輛基本的設定 價錢來決定它按鈕的多寡 引擎來決定它按鈕的多寡 如果說今天是T8 它會多了很多電容回充的一個設定 在你的行事過程中可以做設定 但是有一個很好就是安全配備的部分 都一樣 不管是盲點的設定啊 路標政策啊 包含了所有的一些ACC的設定 這邊還是都一樣 那如果往左滑 就是一些車輛基本的一些設定 包含了音源的選擇 然後下方有一些APP 你可以自己去下載 比如說你要天氣啊 你要聽收音機 數位的收音機 都可以來這邊做下載 然後往下拉 還有一個車輛基本設定 這一個喔 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設定喔 你大概交車的時候 請業代把你弄一次以後 你就不會太去動到它了 基本上你要做車輛基礎的設定的時候 剛開始交車最好請業代幫你做一個 譬如說你想要什麼 他說有啊 我可以幫你設定 譬如說聲音 我想要EQ等化器 我想要重低音高一點 你就設定好 設定好以後 你以後就不太會去動它了 然後下方一樣喔 按鍵很少 就有一個實體的選鈕 加上幾個按鍵 前後儲物的功能 也還有選台鍵 VOLVO把所有的按鍵 全部整合在這個螢幕上 這個螢幕的使用方式 並沒有太複雜 很容易操作 大概花一點時間 就有辦法適應它了 然後下方 變速箱撥桿 變現傳控制 而且在B4高規 還有T8是水晶排檔頭 以前那個傳統有行程的 應該慢慢就淘汰退役了 變成這種檔位永遠固定的 你只要這樣輕輕撥一下 就可以選擇你要的檔位 那旁邊有個P檔的按鈕 後方引擎啟動鈕 以及後面有行車模式 行車模式基本上你按下去 因為它沒有氣壓懸吊 也沒有電子避震器 所以沒有自訂功能 大概就分為三個 經濟 Comfort 還有運動 就是敏捷駕駛 就分為這三個功能而已 後面有電子手搭車 Auto Hold 然後旁邊有一個Qi面板 不過因為它沒有 無線Apple CarPlay 所以 這個面板 變得給副駕或乘客用吧 但是現在它已經 我記得之前VOLVO說 12沒辦法對應充電 現在已經可以了 然後後方兩個杯架 扶手裡面就是你要接 Apple CarPlay的兩個插槽 兩個都是傳統的USB 儀錶板 我們講很多次了 VOLVO要更新 這個儀錶板 希望未來在電車或是 新世代的VOLVO車系 儀錶板可以做比較豐富多元的變化 前方有台頭顯示器 這個台頭顯示器 也可以做一點更新 第一個它的判讀 我覺得可以稍微大一點 第二個內容資訊可以再豐富一點 你一定要用原廠的導航 它才會顯示一個簡易的圖枝 然後方向盤的造型也要更新 我覺得也稍微做一點改變 左邊就是PA2的一些設定 你只要按下中間這個圓鈕之後 往左右 往左邊是ACC嘛 就傳統ACC跟車而已 它沒有其他的輔助駕駛 往右就領航輔助系統 PA2就出現了 包含了車道居中 車道偏移 特別拉回 甚至包含了全數域的ACC 全部都有 大燈雨刷都有自動起閉的功能 然後方向盤左邊還有 儀標板明亮的調整 加上後方電動尾門的開啟和關閉 兩邊座椅都有電動椅 也有電動腰靠 但是 大概就是一些基本的調整而已 主要是腰靠 蝴蝶翼夾頸 還有大腿延伸 它是電動的 然後你看它這個門飾板 我很喜歡它這樣子的造型設計 包含了雙層隔音玻璃 然後一點點剛剛好的 不會很老氣的木門飾板 Harmengarden音響的飾蓋 然後皮質的門把 包含了上緣 這邊也是皮質的 包含了車縫線 然後你看它開關門的聲音 這個扎實度表現非常好 因為有48V啊 所以你看現在就不會去按這個 停車熄火的取消鈕了 因為你停車熄火再啟動 幾乎無感 但是啟動之後啊 因為WOVO這顆引擎喔 歷史有點久遠了 雖然搭了8速變速箱 可是這顆引擎 第一它強調的不是節能 第二它的性能的Range是蠻廣的 可是相對的我覺得 WOVO的車 就像我幾年前開那個S1990也是一樣 當它今天是純油行駛的時候 引擎式的傳來的噪音還是稍微大的一點 所以我想以這個品牌來說 這個車廠來說 它已經不會再研發純油引擎了 所以就是在這個 電和油這個交替的過程呢 我們就期待未來的電吧 電的表現可能會 超乎你我的想像 但是以油車來說 微型油電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品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啊 它可以讓 尤其在台灣走走停停的路況呢 可以大幅增加你的質感 包含了停車的時候冷氣還是冷的 對冷氣還是冷的 然後啟動你看再發動 完全沒有抖動啊 雖然它是外掛的 並不是內建的ISG 它是外掛BSG 可是其實整體的表現啊 還是很好 它的引擎噪音大概就在低速啦 大概20到50公里這個區域 上了高速公路之後 除了可以好好的享受它的PA2之外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高速公路 引擎的凝硬度表現就比較好一點了 Vovo這個車子它的特性很明顯 不管是我們今天試駕S90 甚至包含之前我們試了很多Vovo的車子 它就是在整個行路質感來說 就是很乖很規矩 因為它大部分如果你沒有電的輔助的情況下 它幾乎都是前置前驅 這個前置前驅和大部分的車輛設定是差不多的 那它開起來的就是那種易上手的程度 會比前置後驅的要來得好 當然現在很多前置後驅慢慢改成前置四驅 四船 尤其性能車慢慢改成四船 但是以Vovo來說 因為它後方的懸吊的設定 不會讓你覺得就是前面很重後面很輕 這個會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 直路行駛的時候過坑洞 很多人可能會發現就是 譬如說你買很多日系車房車 前面因為重 你過一個坑洞 在前懸吊的處理你是滿意的 但是到了後懸吊處理 你就覺得它的彈跳 或是它那個震動加上噪音 就很劇烈很明顯 Vovo不會 因為車體組裝頂質好 這個是很多人我相信會選擇Vovo的原因 一直到今天為止 Vovo在台灣的四戰率一直保持一個很重 很好的水平 就是因為 曾經擁有過這個品牌的消費者 他會推薦給他朋友 或是他再購一台 又是這個品牌的車子 你今天要我選的話 如果Vovo未來有些新世代的電車 或是一個其他的新科技的東西 要我選擇我也會選 我這幾年有這麼多車長期試駕 或是購買的 我到今天為止還是覺得Vovo 你看我現在坐到這個椅子上 通風雨打開應該夏天嘛 雖然現在有人在下雨 但是夏天通風雨打開 也雖然沒有按摩椅 可是整個開起來就是很舒服很輕鬆 它不會像有的車開起來就是 你要跟車去抗爭 或是你要去 花比較多的力氣和心思去操控一輛車 因為它比較有個性 沒個性的車 大家好上手 有個性的車 你需要有點駕駛技巧 你才能夠去操控它去駕駛它 最後就是PA2 我記得那個時候很早期 我還沒有擁有過Vovo 我試的時候 我說你們那個ACC在啟動 在煞車和加油的過程 為什麼這邊有個保險四合的 那個叮叮叮叮的聲音 他說那是因為那個PA啟動的關係 現在也沒啦 然後PA2呢 和多年前我試駕的Vovo比起來 它的跟車 油門和煞車這兩個的控制更能性 沒有像以前就是 前面車一走它就全油門 我如果設定100 前面車60 60一走開 它馬上100 60到100是給你全油門 現在沒有啦 全部都改善啦 所以原廠一直不斷的更新 用現有的硬體 靠軟體去做改變 到今天為止 它的成熟度會更好 不知道以後會有PA3呢 PA3 PA4 PA2應該就Level2的意思啦 以後可能是直接PA4吧 可能沒有3 直接跳過3變成4了 那汽車科技一直不斷的進步 輔助駕駛越來越進步 五年前這些東西都還沒有 五年後現在大家都普及 連台灣製造車都有了 五年前 純電車選擇非常少 五年後越來越多 也許在下一個五年 我們會看到馬路上的 純電車的比例會越來越高 而且 輔助駕駛的普及率 也越來越高 這樣子會帶來 第一個 排氣管廢氣少拍一點 第二個部分就是 因為輔助駕駛越來越先進 加上公共建設設施 做得越好的情況下 可以搭配這些輔助駕駛 也可以減少 綁護上一些車禍傷亡 的一些事故的發生 太陽就想到 太陽就想到 有些人 不肯定 就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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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大